非常謝謝姚會長的邀請 以及KC方大哥的推薦 今天很榮幸能夠來到Rally中文學校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灣 洗衣這幾年的一些美容保養的經驗 還有一些個人小小的一些心得 今天我們主要談的是肌膚美白的部分 所以會介紹說如何防曬 然後一些斑點怎麼形成 要如何預防以及如何去除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談說 如何讓我們的肌膚變得更白皙透亮 剛才姚會長介紹我是林鳳林醫師 那我首先要先大概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們是在10月的時候來到北卡 這個很漂亮的地方 我們目前住在Chapol Hill 一個叫做美國Southern Village 那在10月之前 我一直還是擔任臨床醫師的工作 那這個是我在醫院的一個網頁的介紹 那我之前一直在國泰醫院任職 我們國泰醫院一共有四個分院 總院 新竹 內湖 跟細紙 稍微幫國泰醫院拿一下總套 那我主要是在細紙分院 當皮膚科主任 小的不才 主要是因為最近如果大家應該有知道 就是台灣的醫美越來越熱門 所以我們很多醫師就出走去做醫美 大家都走掉之後只留下我一個人 所以我就就是當工友跟校長 所以我就變成主任 有一天我就突然變主任 然後就是所有大小的事情都要做 那除了擔任就是一些疾病的治療之外 當然就是很夯的醫學美容 我們也有在做一些服務 那另外我在國泰總院也有看一些門診 那我的醫務專長呢 其實就是基本上我覺得皮膚科醫師 不管是在台灣 在美國這邊也一樣 就是基本上每個都要貴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個來的病人 他是要看什麼問題 可能你上一個才在打肉毒 下一個可能就出來要看他的香港腳 或是他的腳上的病毒有 那我的醫務專長其實近幾年我會就是 比較傾向於肝癇的一些治療 因為目前的肝癇病患者越來越多 而且目前的一些治療的方法時也越來越豐富 所以就是比較常有一部分會就是focus在肝癇的治療 那不過一般的一些成人皮膚病啊 小兒皮膚病我們也都要看 那除了一些疾病的部分呢 其實一些美容的部分我們也都要做 比如說很熱門的雷射一些除斑啊 除刺青等等或者是說打肉毒感菌啊 打玻尿酸啊或者是要做火酸美白打入等等 這些也都是包含在我們的服務項目裡面 所以常常就是門診看一看 然後中間可能下一個就要打肉毒感菌 就要跑到醫院中心那邊打一打 就再回來 所以以前就是過著這麼忙碌的生活啊 那現在很開心能夠來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而且就是沒有了工作 就是臨床壓力少了很多 能夠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覺得很開心啊 不過就是限職呢就是要當一個家庭主婦 不過我覺得家庭主婦呢 我現在體驗了兩個月之後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也要三頭六倍才能夠 升任這麼辛苦的工作 那目前呢很幸運 我十二月開始會在 UNC Triple Hill 的皮膚科 當一個Clinic Code Observer 那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然後也看一看就是美國皮膚 皮膚病的一些狀況 還有一些他們臨床醫師如何 去治療這些皮膚的疾病 那首先為什麼今天要談美白呢 其實這個議題我想在西方應該比較少談到 因為西方的話他們可能比較崇尚 是一個比較健康的小麥羊的身色 像這個碧羊絲一樣 不過亞洲女性因為我們膚色是比較偏黃 所以大家都喜歡白 那我們有一句話叫做一白之三醜 所以基本上我們東方女性 似乎只要白白的就是很乾淨 因為似乎就讓人家覺得就還蠻漂亮的 不至於太醜 所以呢亞洲女性非常愛美白 那一開始的先驅其實是日本 再來是韓國 不過近幾年台灣也激起紙醉 這是最近一個商業的統計 台灣人呢平均每天花在臉部的美白上 居然高達2500萬財幣那樣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不過當然這可能不只是保養品 其實包括吃的 或者是說像現在很流行的醫美 可能都算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 然後每一家企業應該都想要 擠過頭想要研發出各種產品 看能不能一插就見效 再來呢 我覺得冬天談這個topic是還蠻適合的 以往在台灣呢 就是如果到冬天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推出 然後中間就會開始推出一些優惠 因為快要過年嘛 再來有聖誕節啦 有跨年啦 然後有這個傳統的過年 我們就會推出一些這樣的美白的優惠 而且在夏天的話 因為台灣太陽太大 所以如果說那時候去用雷射除斑的話 大家比較不是那麼喜歡 因為除斑之後 我們大概三個月 最好要嚴格防曬 所以美白 冬天其實是一個美白蠻好的一個季節 那談到美白之前呢 所以我們要先有階段性的 對自己有一些了解 那首先呢 我們會談到說 要了解自己的膚色 再來要了解一下紫外線對我們的傷害 然後我們了解一些我們常見的黑斑 再來呢 根據不同的情況 再選擇不同的美白的方式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皮膚的構造 皮膚構造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角質層 表皮層跟真皮層 那為什麼我們人種有這麼多不同的顏色 有的是白 有的是黑 有的是比較偏黃 因為我們的皮膚裡面有紅色 就是一些含氧的血紅素 有藍色 那有一些像胡蘿蔔素吃太多 皮膚就看起來比較黃 黃色 以及一些在真皮層中 黑色素看起來比較像棕色 所以這些顏色有的佔的比例多 有的佔的比例少 就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一個膚色 那一般我們的膚色呢 可以把它分成五種或者是六種 那像我們叫type 1的一個膚色呢 這個在台灣比較少看到 那在這裡就很常看到 我們就是金髮壁耶 它的眼睛可能是藍色或是綠色 那它的頭髮是金黃色或是紅色 那這種人呢會很羨慕它 因為它曬不黑 但其實也不太需要羨慕 因為它其實它的皮膚沒有什麼黑色素 所以它非常容易因為紫外線或是太陽的照射 非常容易曬傷 那長期皮膚曬傷之後呢 它就有比較高的機會會演變成皮膚癌 那type 2的話 它相較於台灣稍微好一點點 不過呢也是蠻容易曬傷的 如果說它不小心的話 那台灣人一般就是屬於type 3到type 4 那像這個 不好意思舉一下 KC4它大概就屬於type 4 就是稍微 稍微 稍微 Type 7 對 只是比較像 比較像這個 東南亞 東南亞那一區 那type 5呢 台灣也是比較少看到 這裡也是很常看到 像小朋友的老師就是 那這種呢 它的皮膚就是比較有黑 所以它幾乎很難曬傷 要把它曬傷非常非常困難 但它非常容易曬黑 它稍微一曬它就很黑 不過它已經很黑了 它要再黑其實也黑不到哪去 所以它的皮膚癌的機率 相對是比type 1來說 是低很多的 那你要如何了解你是哪一種膚色呢 那通常如果我們 譬如說你是屬於 本來就是屬於type 3的話 那你想要美白的話 其實你就頂多就是到type 3 你不可能就是變成type 2 或者是type 1 應該說頂多可以到type 2 不可能到type 1 那如果說你是像 case 你想要美白 你是type 4 你是type 4 你頂多 變type 5 對 又弄不好 可能變type 3 你頂多會變type 3 很難就變type 1 這樣子 那至於因為我們 平常可能會受到很多紫外線的照射 以至於已經模糊了 你不知道你原來的膚色是哪裡 那很簡單 我們通常就是看你大腿內側的皮膚 那因為那個地方 長時間不會受到太陽的曝曬 所以那個就是你原來的一個膚色 那我要回去再check 我們在這裡check 那我們看一下紫外線 對我們的傷害是什麼 紫外線其實它是太陽的一段波長的光線 那一般我們把它分成UV A UV B UV C 那一般UV C呢 在臭氧層的時候 然後就被擋掉了 所以很少幾乎不太會進到我們陸地上 那不過因為 臭氧層破壞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或許以後的防曬品 就會出現UV C的防曬品 那一般UV A UV B呢 UV B大概波長比較短一點 大概在200多到300多 UV A波長比較長 UV A波長比較長一點 那這兩個的差別是 因為UV B波長比較短 所以它主要作用在我們的表皮細胞 所以它很容易讓我們曬傷 然後讓我們的皮膚會發炎 那因為表皮有很多黑色素 所以UV B也會讓我們皮膚曬黑 那UV A它的波長比較長 所以它可以直接 深入到我們的真皮層 那真皮層有黑色素 所以UV A也是會曬黑 那另外就是我們真皮層有很多 女性關心的膠原蛋白 那長期UV A的刺激跟傷害之後 這些膠原蛋白會變得比較鬆散 會流失 所以UV A會造成我們的皮膚的老化 所以此外現在對我們的傷害 這兩個圖給大家舉例一下 UV A的話 UV A的話會造成我們皮膚的鬆弛跟老化 已經動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片 非常的驚悚還是有趣 這是一個67歲的男性 這是一個白人男性 那它是一個卡車司機 他已經開卡車開了25年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左右臉明顯的不對稱 他的左臉老化腹非常的厲害 你可以看得到說整個臉紀錄是垮下來了 皺紋也很深 那有很多表皮的凸起 那細問之下 因為他是卡車司機 那他長時間開車 那左邊的臉長期受到UV A的破壞 所以左臉變成老化 比右臉來的更為嚴重 因為一般UV A 他還是可以透過一些玻璃穿透過去 UV B可能部分會被打掉 那所以他索性他目前還沒有一個 就是皮膚癌的出現 不過他是一個高危險群 他每年 譬如說一年就要做一次的皮膚的一個檢查 那再來這一個是 這個叫做修傑克曼 他是眼睛剛盲目的男性 他最近在他鼻子發現了一個叫做BCC 叫做基底細胞癌 他最近才剛接受了一個外科切除的手術 他就出來呼籲大家說 因為BCC他最明顯就是 跟紫外線長期照射有關 所以他就呼籲大家說 一定要記得防曬 所以UV B的話 你做好防曬的話 可以避免曬傷發炎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避免皮膚癌的產生 所以只要強調就是防曬的重要 那最近開始在這個 UNC皮膚科 做一個臨床的觀察員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西方的病人 也是來接受一個全身的皮膚的檢查 那美國的皮膚科醫師也是告訴他們說 去戶外活動一定要記得做好一個 Sunscreen跟Sun Protection 所以防曬的觀念 其實應該是會越來越普及的一個習慣 那再來防曬之後呢 我們要講一下一些斑眼的種類 那像這個叫做雀斑 這個在西方小女孩 可愛的小女孩非常常見 那主要是因為他們皮膚很白 所以他們曬的話不太會曬黑 但是會造成這種黑色素 分布不均勻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他非常小的時候就會出現 那主要是在一些陽光可以曝曬到的地方 甚至上背 甚至就是上背或者是胸前 或者是手背的地方 通常在很小的時候 或者是teenage的時候 就是青少年的時候就會出現 那曬斑的話呢 它就是比較常出現在 大概三、四十歲以後 那跟曬太陽也是有關的 因為過度的太陽照射 會造成一些黑暗的堆積 所以看起來就是在臉頰 尤其是曬太陽的地方 會出現一些核色 但深淺不一的 核色的一些小斑點 那這就是曬斑 那曬斑的話 一般我們在台灣可以 最快的話可以用一些冷色把它去除掉 那再來乾斑 乾斑叫做melasma 那乾斑的話其實這個翻譯會讓人家很多 有一些不當的聯想 會覺得說是不是肝臟不好 那其實乾斑跟肝臟不好沒有關係 那一開始的時候 翻譯不知道為什麼翻譯成這樣子 那據說是因為呢 兩塊黑黑的掛在臉上 好像兩塊煮熟的豬肝 所以稱之為乾斑 那乾斑的話它這個是 我覺得是東方女性一個很大的困擾 大概會出現在四、五十歲之後 那乾斑的發生原因其實是一個多發因素 它可能跟你的曬太陽有關 可能跟你使用荷蘆有關 甚至跟懷孕有關 那有的會跟情緒有關係 那這個乾斑其實不是非常好治療 那目前的話也是 對我們皮膚科醫師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那它的表現一般就是在兩邊chic的地方 就是在臉頰的地方會出現這一種 不是很均勻 並不是很規則的一些色素成員 你看起來會覺得說 哇你的膚色怎麼這麼的不均勻 那有時候嚴重呢 可以跑到它的太陽穴 甚至在額頭的地方 那有時候會跑到下巴的地方 更重都有 那這個的話可能治療的話 我們會可能要跟換 就是跟我們的case就是進步討論 希望它可以進步到什麼樣的程度 再來就是老人班 它有學名叫肢肉性角化症 那這個也是非常常見 那雖然說它叫老人班 不過一般在30歲之後就可以出現 那它跟曬太陽有關 當然跟一些基因也是有關係 我們說體質也是有關係 因為有的人就比較不容易 有的人就是會自己滿臉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情況 那一到冬天很多人會趁過年之前 就是臉上來的大掃除 那它的表現呢 會比賽般來的稍微凸起一點 那通常也是因為長期太陽照射之後 照射我們角質細胞 比較過度增生的一個現象 那通常治療的話呢 其實最快的話 我們就是用雷射紙 你就把它打掉這樣子 那傷口復原型大概一周 那這個叫太平女吧 這就比較麻煩 它是一種胎劑 有色素的胎劑 它通常會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出現 那可能到青春期的時候會更明顯 它會發生在我們三叉神經的分布 它看起來顏色就是比較深 所以看起來會有點紫紫黑黑的感覺 那這同樣也可以用一些雷射 去把它清除掉 不過治療大概都需要 比較長時間來一個治療 什麼佩服的 那再來這個是顴骨斑 這也是滿常見的一個問題 不過這個比較不是胎劑 它通常會出現大概三四十年 十歲之後 那就是在我們全骨的地方 出現一些比較深色或者是灰色到 紫色的一些小斑面 那同樣呢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雷射或者是 一些美白的方式把它去除掉 那再來痘疤大概是青少年 比較常見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痘痘發炎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其實真的發炎的痘痘已經不多了 因為有一般整個痘痘發炎的週期 大不了大概一個月應該就會消炎 但是比較討厭的是說 它會留下發炎之後的一些色素沉澱 或者是說發炎後的一些半紅的情況 所以以至於整個臉看起來就是 還是花花就是花花的感覺 好像你的痘痘都沒有好 所以痘發也是一個色素沉澱 滿常見的一個眼光 那再來有一些發炎後的色素沉澱 同樣也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美白的保養 比如說有些人不當的做一些 比如說磨皮啦 或者說有一些發炎的疾病 或者說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 或者說它曬傷之後留下的一個色素沉澱 那尤其是在我們那種type 3 到type 4的等種 那個色素沉澱會更明顯 而且會更窮 所以發炎後色素沉澱也是常常一個需要 做一些美白的一些治療的情況 再來我們可以聊一下 如何要讓你的皮膚更薄 或是去做一些斑點 那剛剛提到了 防曬既然這麼多好處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防曬做好 基本上防曬它就是一個美白的基本功夫啦 防曬沒有做好的話 你花了很多錢去美白 你去做一些什麼賣充光 那你還是去曬太陽的話 其實就是有一點白花錢了 所以美白一定要做好 才能夠讓我們這些美白能夠更實 防曬一定要做好 那一般呢我們會建議 一般上午10點到下午2點 直外線是最強的時候 尤其這個北卡這個地方 每天天氣都這麼好 相信可能不只是這個時候 可能其他時間直外線都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可以在直外線最強的時候 我們都安排一些室內的活動這樣 那等到這個比較強的時間一過 我們再去做一些戶外的活動 那當然如果要出門的話 就建議一定要用一些防曬 那防曬我們建議用SPF15以上的防曬爐 它這樣的保護採購 那防曬不是說擦了之後就一勞有衣 它需要補充 比如說特別你在有運動 有流汗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汗會把這些防曬把它代謝掉 把它流失掉 所以大概半小時就要補充一次 那如果說你沒有運動的話 在戶外可能一小時也需要補充一次 再來就是陰天也需要防曬 陰天雖然說它的雲層是比較厚 但是還是會 直外線還是會進到我們的表面上 所以陰天也是需要用一些防曬 尤其像下雪的時候 下雪的時候需要防曬嗎 更需要對不對 因為台灣比較不會有下雪的情況 那就可以上心了 那下雪其實一定要防曬 那最近在跟診 美國醫師也常跟病患說 你要去滑雪嗎 你要去滑雪 你一定要記得做好防曬 因為下雪的時候 我們有看過就是 在下雪的時候去滑雪 結果反而回來之後 整個曬傷的情況 所以下雪一定要記得做好這個防曬 那再來就是 除了我們用一些防曬乳之外 我們也可以考慮用一些物理性的防曬 比如說像撐傘 不過撐傘在這邊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詭異 可以戴個帽子戴個墨鏡之類的 那我們可以介紹一下防曬係數 一般我們現在的防曬品 現在都做得很好 現在都會有針對UVB跟UVA的防曬 以前大家比較不重視UVA 那現在又越來越重視 所以好的防曬品 基本上是UVB跟UVA的防護都要留的 那一般SPF是針對UVB 那這個數字呢是代表說 塗了防曬之後呢 紫外線讓皮膚曬紅的劑量 跟未塗防曬時呢 紫外線讓皮膚曬紅劑量的比例 這個要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如果你沒有塗防曬的話呢 你可能曬五分鐘呢 皮膚就會紅了就會曬傷 那你塗了防曬之後呢 譬如說你塗了SPF15之後呢 它可以延長 就譬如說太陽需要更大的能量 需要曬到75分鐘才會曬紅 那這邊可以舉個例子 一般大家會對於防曬會有個迷思說 我塗了防曬我就不會曬黑 其實塗了防曬是可以 減低太陽光的能量 但是還是會有部分的光線 會進入到我們的皮膚 所以塗了防曬還是會稍微曬黑 只是說比較不容易曬黑 那舉例來說 如果說你沒有塗防曬的話 如果太陽光有100個粒子 會整個穿透到我們的皮膚 那你如果說塗了大概SPF15之後呢 就可以隔絕掉95% 93的光線 那你塗了SPF30之後呢 幾乎97%的光線就會被隔絕掉 但是還是有一部分會進入到我們的皮膚 但是已經大大減低太陽光的能量 再來PA的話呢 它是針對UBA的一個防護 那它是用加號來表示 既然它的證號越多的話 表示它可以延緩曬它的時間會更多 那除了可以用一些物理性化學性 或sum screen來防曬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物理性防曬 那當然是戴一個帽子啊 撐個傘傘這樣子 那台灣、日本、韓國非常流行 就是夏天就是撐個傘 那我以前到過LA 我夏天撐個傘 然後結果在路上被人家笑 他們會覺得說這個是很crazy 怎麼夏天會撐個傘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整個造起來 完全就滴水不漏 不過這樣可能會有一點可怕 那這個是去 所以今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到廣島去 剛好有一個機會看一個棒球賽 然後我們到球場之後才發現 這球場是露天的 我以為那個日本的球場 都跟東京巨蛋一樣 都是室內的 就不是露天的 熱得要死 然後這球賽 到底在看什麼 我就忘記了 就覺得好熱好熱 我也可以看得到 日本女性就是非常會防曬 那她除了戴帽子還有圍巾 因為紫外線會從四面八方過來 她不會滋留在妳的頭頂上 不要緊把她包起來 這個女生也非常樂態 身為台灣人 我們也不能這個 自己把自己包起來 不知道什麼樣子 那防散品呢 它裡面有一些成分 那所以這些成分呢 可以隔絕紫外線 對 那防曬品的裡面 一些成分大概這麼多 那這個 因為我們不用考試 所以我們大概了解一下就好 防曬的成分大概一般來說 有些是針對UVA 有些是針對UVB 那有些是兩者 都會有一點效果 那為什麼我們要認識 它的一個種類呢 因為防曬的成分 有些是物理性 有些是化學性的 那化學性的比較多 那化學性的話 它就是針對 它就是利用這些成分 然後可以減低 減弱這些紫外線的一些能量 那物理性的話呢 它是讓這個成分呢 可以把這些紫外線折射 或者是散射回去 那一般來說的話 化學性的話 它擦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 因為它的粒子相對是比較小 所以如果你是容易長痘痘的人 你可能要選擇 就是化學性成本比較多 因為它比較清爽 比較不容易引起一些粉絲 或是痘痘 那但是呢 物理性的話呢 它的粒子比較大 擦起來會比較油膩 比較厚重的感覺 那如果說呢 但是它比較不容易過敏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容易過敏的幾乎的話 你可能可以選擇 物理性的成本比較多一點 不過因為現在的產品呢 就是做的都非常好 其實是物理性呢 現在擦起來也是很舒服 那化學性呢 其實現在也做的就是 也都比較低銀感一點 不過還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一般我們在選擇防曬品之前呢 第一個就是基本上 兩個都還是要防補吧 因為一個讓你不會曬殺 一個讓你不要變老 所以兩個都需要 那再來就是不要有刺激性 那特別是像如果有人 比較容易敏感肌膚的話 就要必拍這個成本叫做Papa 這個會是比較多人 會產生過敏的一個成本 那再來就是剛剛提過 你如果是不同的膚質 你敏感性 或是比較容易長痘痘的話 你就選擇不同的成本 那再來就是你如果是要 重置水上活動 你要去游泳啊 你要大量流汗 可能需要可以防水的 它有Water Resistance 也會有Water Food 所以基本上就是 常常就是消費者 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禮貌滿目 就是要從何開始選擇 那再來呢 我們一直一直講防曬防曬 那其實大家一定會有一些疑問 那第一個就是很熱門的就是說 防曬會不會骨質疏鬆 尤其這邊有一個骨科醫師 他們常常在強調說 就是叫病人一定要曬太陽 然後皮膚科又說 你不要去曬太陽 所以大家就會config說 到底該怎麼辦 防曬會不會骨質疏鬆呢 其實不會 這個已經有一些研究進行 而且得出的結論是 就是基本上我們只要 平常這樣子使用防曬 它不會造成骨質疏鬆 那什麼情況會造成骨質疏鬆呢 就是你已經過度防曬 比如說你可能就是 出個門你就要包成 像沙烏地阿拉伯 整個包起來 就是完全不見天日的情況 你才可能骨質疏鬆 不然一般我們規則使用 防曬品的話 就像我們一般使用 而且我其實說實在 大家都會懶惰 那你擦了之後 你也忘記去把它補充 所以其實很多後來都流失掉 所以太陽光還是會 晒到我們的皮膚 所以不會有這種現象 而且根據統計 一天只要晒到十分鐘 你的維他命D就足夠 那我覺得尤其在這個地方 Beta這個地方 養貌這麼充足 你怎麼可能沒有晒到十分鐘 一定會 接個小孩也就會晒到了 那再來就是說 你皮膚不易晒 黑不用防曬 像KC他就不用防曬 沒有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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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沒錯 皮膚不容易晒黑 就不用防曬 你說西方人他不用防曬嗎 因為他不會晒黑 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觀念 因為他不容易晒黑 但是他很容易晒傷 而且他的晒傷其實是日積越雷的 所以後來得到一個 皮膚壞機率反而是更高 所以皮膚不容易晒黑 反而更是需要防曬 因為防曬的重點是在於 預防之後的皮膚 正常戴帽子不用防曬嗎 其實也不太對 因為陽光是無孔不露的 它不會只有從上面 它可以從四面八方 它可以從地面把它折射過來 那小孩跟青少年不用防曬嗎 因為他們皮膚這麼有彈性 其實也是不太對 現在建議兩歲以後 就可以開始塗防曬 我們家小朋友出去 我都給他塗防曬 因為其實我們50%以上的太陽 其實在小時候曝曬 因為他們其實 小朋友都會在戶外玩 那我們其實大了之後 其實我們又上班 所以其實反而光線 不會有小時候曝那麼多 所以反而會建議說 小朋友其實從兩歲之後 就可以開始防曬 那可以選擇一些 針對小朋友的一些常惡意 再來就是防曬基本工作好之後 那其實臉上我們有一些斑點 或者是色素不均的現象 其實可能部分就有一點改善 那我們可以如果說要求更完美的 我們可以再針對局部做更好的加強 那譬如說如果臉上有些斑點 或者說你想要讓你的膚色更白的話 第一個最簡單 我們可以從局部的一些 統擦的藥物開始著手 那一般我們藥性的配搬藥物呢 這是行之以為的一些藥物 那這些藥物基本上 我們是在醫師的指示下使用 才不會產生一些病座的用 像是Hydroquinone Tradinoid Isolab Malc Codical Steroid 那像這個對本二分呢 它就是一個抑制黑色素的產生 那維他命A酸呢 它可以幫我們抑制黑色素之外 可以代謝我們表皮的皮膚 以及預防一些餘光性的傷害 它肚皮膚化酸同時也是一些 抑制黑色素的產生 那類目前也有用在這個退搬 那它的基短不是很清楚 不過大概也是抑制黑色素的產生 那以前台灣有一陣子 非常流行三合一的退搬槓 它就是Hydroquinone Chatinone 跟Codicol Steroid的一個 拷敗的使用 不過這些使用都是要小心 因為它是藥性它比較強 所以基本上用的時候呢 一般都以兩個月為限 那而且如果說要用維他命A酸的話呢 我們要注意白天不能曬太陽 那用了之後呢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發炎反應 那可能隨時要跟醫師討喝 那再來如果說你不要用它那麼強 你想要做一個基本的保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 其實化妝品啊 跟一些含藥的化妝品裡面 都有一些美白的成分 不過當然因為它就是可以自行去購買 所以它的濃度相對就是比較低 所以用起來相對是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如果可以想像它的效果可能相對也是稍微一點點 那這個是台灣目前的話可以用在化妝品 跟一些含藥的化妝品的一些成分 其實這些成分大概都是行之已久 都是確實是具有一些美白的效果 那只是說我們比較塗擦的一些保養品 就是比較難進到我們真正要治療的部分 比如說你的黑斑可能會在比較深層的表皮層 或者是真皮層 用一般擦藥的話大概只能擦到我們的角質層 從頭到上面表皮層 所以很難整個擦到我們想要治療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一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些 你覺得花了很多錢去買很多保養品 可是好像效果不容易一些 再來美白分析是外圖還有內服 那台灣有一陣子非常流行美白針 不過目前應該還是很流行 美白針很多醫美診所都有在拿美白針 美白針怎麼打呢? 就是你就像打點滴一樣就躺在那邊 你就打一個打個針然後打點滴 那點滴裡面的成分是什麼呢? 其實99%都是生理吸水 然後他幫你加一些維生素C全民酸 這些都是一些維他命 就是像維他命維生素C可以讓你美白 然後全民酸也是讓你美白 那就在那邊打一個小時 然後打完的確 像我以前腸胃炎去打個點滴打完 我會覺得說我怎麼變白了 不過待會你就上個廁所尿一瓶尿 大概就不見了 你就覺得你們用什麼來 我覺得是一種有點像心理治療 不過我們一般皮膚科醫師認為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噱頭 那這個東西其實藥價大概就要2000塊 它其實裡面的成分大概10塊錢就可以買到 所以大家不用去打這個美白針 其實你就準備500cc的水 然後再吃一顆維他命C 大概效果是一樣的 而且常常這樣打針 你是要小心有些靜脈發炎 一些感染 所以大概不建議 不用花這個錢這樣子 但是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 我覺得效果是一樣的 再來我們來談一下醫美的部分 非常非常流行的醫美 那到底什麼叫醫美 它跟我們一般房間做的一些美容護膚 有什麼差別 那醫美就叫醫學美容 其實所以它是有一些醫療的 你叫app and base 是有一些根據跟實驗的結果出來 佐證這個效果 那基本上它是需要透過醫師跟專業的護理人員 然後藉有一些技術 那可以是侵入性或是非侵入性 像侵入性比如說 什麼消骨啦 什麼雙眼皮啦 那非侵入性比如說我們打個肉毒啦 打個玻尿酸啦之類的 那來介紹一下一些醫美在美台的一些應用 那首先叫離子導入法 這個東西其實已經用非常久了 那一般我們剛剛提過 因為保養品很難就是滲透到 我們真的需要治療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離子導入法 那離子導入法最常用就是維他命C 因為它比較容易離子化 那我們把它離子化之後呢 我們會請病人手握一個桿子 然後我們用另外一個導入儀 然後它是藉由一個電流的原理 它會形成一個很弱的微電流 利用一個正負交換的一個原理 然後讓我們的已經被離子化的藥物 能夠滲透到我們的表皮層 甚至真皮層 那我們知道維他命C它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幫我們代謝我們的皮膚的黑色素 所以你用了之後你會覺得說 皮膚的黑色素變少了 整個臉會比較看起來比較亮 比較不會暗沉 那另外維生素C呢 它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產生 所以用了之後你會覺得說 好像有比較回春 那畢竟它的能量是比較低啦 所以它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治療 一般我們治療可能會需要 建議做個六次到七次 所以它主要是用在一個 美白跟預防暖化的部分 那它好處就是 你就像坐臉一樣躺在那裡 好非常的舒服 那的確它也會有 會有比你擦 光擦防禦品更好的效果 因為它的藥效能夠更深厚 到我們的皮膚層裡面 那一般我們會常用在一些 比如說比較淺層的斑棉 它不想打雷射 或者是說有一些發炎後的色素沉澱 或者是乾斑也蠻常使用的 因為我們可以確定 它一定會有效果 只是說需要時間 再來超生波也是一個 行之有嚴的一種治療方式 它其實是利用一個振動的原理 把細胞跟細胞之間的間隙打開 然後讓這些藥品、藥物 可以滲透到我們更深層的地方 那所以可以導的東西 會比剛才離脂還要多 因為離脂它可能需要把它掉入離體化 那超生波的話 幾乎是所有的都可以 那常用的像導Q10 可以抗氧化 然後是Kojic Acid 可以就是美白 那另外呢 因為超生波它有一個按摩的效果 你會覺得說我們皮膚按摩之後 皮膚好像看起來比較有彈性 的確它就可以增加一個血型循環 所以做完之後 覺得皮膚好像也比較有彈性的感覺 那其實它的應用跟離脂導入差不多 你是可以用在一些 膚色不均啊 黑色素或者是乾斑的應用上面 或者是說你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要做一個基礎的保養 其實也不錯 再來果酸換副也常常用在一個美白上面 因為它的原理是說 果酸其實真的是水果提煉出來一種酸 它可以這個把我們的角質層把它剝離掉 那因為我們剛剛 黑色素一般都是在我們的表皮層的細胞 所以你把它快速代謝掉之後 可以帶走一部分的黑色素的一些沉澱 對 所以也可以用在一些美白上面 那不過它更大的好處是說 因為我們把它角質層剝離掉 然後一部分的表皮層呢 你會把它剝離掉 之後呢其實它會促進 我們皮膚會有一個再新生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會促進表皮細胞再新生 那表皮細胞再新生之後 它會長得比較完整 那可能你本來的角質層會比較厚 那再長出來之後 會比較完整 比較整齊 所以皮膚看起來會比較不會有細紋 或者是說毛孔比較不會那麼粗大 那另外呢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促進一個真皮細胞的一個 膠原蛋白的真身 所以 針對一些譬如說 痘痘啦 或者是說毛孔比較粗大的話 它可以也可以改善這些現象 所以如果 Case的情況呢 是一些痘痘之後發炎的一些色素沉澱呢 我們也可以考慮使用火酸換服 因為它不只可以改善我們一些斑點的問題 它也可以改善一些疤痕 或是毛孔粗大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如果本身是容易長 青春都是粉刺的話 火酸換服正好也可以幫你 常常去清除你的毛孔的角質 代謝你的角質層 可以預防痘痘的產生 再來雷射除斑 也是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方式 什麼叫雷射 雷射它其實是同一個坡長的光束 那它都是單一項的 然後都是平行的 那一般呢 我們利用這個雷射的原理呢 因為它不同的坡長有 會不同的戒指所吸收 比如說在打黑斑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大概在坡長1064 跟坡長532的情況 因為這兩個這個坡長 剛好是黑色素 最容易吸收光線的一個坡長 那雷射主要是用這個雷射的能量呢 把這些黑色素的細胞把它打碎掉 然後再由人體自行去吸收 不過雷射除斑呢 雖然說它很快 你可能塗個麻藥 然後大概半小時就完成了 不過就是要考慮就是說 它要有一周的一個反黑期 它會有傷口的情況 因為打完就是一個小傷口 那可能一周就是不要曬太陽 然後你要照顧你的傷口 那反黑期的話大概會持續 有的人會持續到三個月 那其實並不是每一個斑點 都適合做雷射 那像一些比較嚴重 像太平母斑是一個胎肌 就需要做雷射 那像老人斑因為已經很厚了 所以就需要做一些磨皮的雷射 那至於雀斑跟曬斑呢 如果說不想要做雷射 不想要傷口 其實也有其他的替代的方式 那像這個呢 就是很典型的一個曬斑 然後那它想要快速的去除的話 我們就給它用532乳雅各蕾色 那打完呢皮膚就馬上結痂 它就已經氣化變白白的 那一周後呢斑點都被打掉 那下面是新生的皮膚 那這個紅紅的表示斑點都打掉了 不過之後就會請它確實一定要美白 因為我們東方人呢 在皮膚癒合的過程會吸引一些黑色素 西方人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東方人非常容易有 所以請它一到三個月一定要做好 確實的一個防曬 那這一樣也是除一些小小的曬斑 這個東西 不知道這邊流不流行做這個可能比較少 那在台灣的話就是台灣女性就是很喜歡美白 它稍微有點小瑕疵 因為想要把它打掉 即使我們覺得說已經非常完美 像這個就是尖骨番 然後它就是一個在臉頰比較深色的 那這個的話因為它比較深層 所以我們會用到比較長的拱長 那比較長的拱長能量相對比較高一點 所以打完就會有一點流血的情況 那一般都需要打三次到四次左右 而且疏後反黑的情況會蠻嚴重 可能會建議它搭配一些美白的保養品 或者是藥物之類的 那太田母班也就1064去打 反正效果還是還不錯 那很常見就是除老人般的部分 因為有很多雅客的顏色去整個抹平 其實有多個梅座會差非常多 那在美國他們比較不會用 因為這樣去用蕾色 因為可能價格會太高 因為可能價格會太高 他們都用那個液態蛋 就把它freeze一下 掉了這樣 像這個也是一樣老人般 把它清除了幾次之後 其實變得非常乾淨 請問一下 那個它去除老人般之後 就變成粉紅般了 那還會 會變成正常嗎 會啦 這是術後一週啦 其實我們在磨的時候啊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雷射的時候沒有辦法控制到說 你剛好就只有磨到它的那個角質層 因為老人般其實是我們表皮長出來的 所以一定會磨到一點點的表皮層 那磨到表皮層 其實就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出現狀 所以它就需要一個復原期 基本上雷射除斑幾乎都會需要復原期 那這個大概就一週後 這個其實已經算長出來 心長的皮膚就像你受傷 心長的皮膚就是這樣粉紅色 可是你在一週後 結果它慢會恢復原來的膚色 但是會有點膚色不均 然後再一個月之後才會比較均 所以這是東方人常會有的問題 你看你的傷口癒合的過程大概就這樣 應該是粉紅色 後來就變有點黑 然後過一陣才會再敗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做一些有傷口的雷射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做一些比較低能量 沒有傷口的紅色 像有一種叫鏡珠雷射 那這個其實是韓國人發明的 他們非常厲害 他們把雷射去做 其實就是我們剛用來出發的一個 魯雅各雷射 他們把它做一個改良 因為低能量又沒有傷口 然後所以這用的非常普遍在醫美 然後很多花樣 那有時候就是 病人來跟我講說 他做了什麼什麼天使雷射 我想說什麼叫天使雷射 那很多名稱 後來自己去找 因為他可以叫白娃娃雷射 可以叫粉撲雷射 不知道為什麼叫粉撲雷射 他們說打完很像插了粉 這樣子 然後可以叫天使白 打完就變天使這樣 很多花樣 非常多花樣 那他其實就是剛才的1064 1064就是在觸發 那就是用低能量全年可以掃一遍這樣子 那打完之後 當然他其實也是為了要 有一點去角質的功能 因為我們色素 有一點是藏在角質裡面 那角質會有一點被 好像磨掉的感覺 但是不會有傷口 另外因為雷射 他是個熱效盈 那就好像說 因為我們的膠原蛋白 預熱的話其實他會有一點 揉起來這樣 有一點收縮這樣子 所以你打完之後會覺得說 臉怎麼有一點彈性這樣 其實也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一方面他 他其實真的非常的暢銷 因為就是不會痛 然後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那效果 然後也不錯 不過可能需要兩週就去補 因為效果會持續看 所以在在房間做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平衡 如果看到最便宜的一次才大概 1000塊不到這樣子 我相信應該還有更便宜 在台灣的電視購物 這樣子 對不起 做這個之後 多快就會回來了 我自己的感覺大概兩週有多 因為比較 基本上我們的低能量的東西 其實效果一定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跟你花的前程正比 比如說 比如說拿什麼做舉例好了 比如說你要拉皮 做一個臉部的拉梯 那其實這也可以有一個拉梯的效果 那這一次大概可能 比如說1000塊好了 大概持續個兩週到三週 那你也可以做目前很康的一個叫做 U-therapy 它是一種超音波的拉皮 超音波的拉皮 那個就很貴 那個的話應該要好幾萬 但它持續就比較久 可能可以持續一個一米到兩年 所以我覺得跟價錢之間 是不是有點成正 這樣 不過疼痛也差很多 那個可能不太痛 但是你可以做 比如說電波拉筆 或是超聲波拉筆 那個就非常痛 然後再來這個也是一種 也是韓國人發明 他們很厲害 你知道他們就是 這個也是用這個 1064的露雅根的意思 但是他們給它加一個碳粉 他們可以深入到我們的毛孔 所以針對如果說 你有一些痘疤的情況 你可以就做這種 它可以有一點撫平的效果 那做完 因為通常還會再做一下 全臉掃一下精密雷射 所以如果說你 同時如果你要去斑 或是剛好有一些疤痕的問題 可以順便做一下這個柔膚雷射 再來再講一下脈衝光 脈衝光其實不是一種雷射 但如果說大家會誤認 它的雷射 它其實是一段波長的光 那它涵蓋的範圍 可以從五百到一千這樣子 所以剛才提過 一千就是大概打黑色素 所以它可以打黑色素 那五百六百 大概打一些範圍血管的問題 所以它的範圍比較廣 所以它的應用也比較廣 那脈衝光的話 一般的話 我們可以改善範圍 可以打一些鹹果素 然後它的光線 剛好也夠深 可以到我們的蒸皮層 所以它可以吃一膠原蛋白 讓它緊實 所以也有一些淡化細紋 會出的效果 那同時也有美白的效果 它可以出斑點 所以它比較好處是說 沒有傷口 不需要可以不齊 所以如果有一些小小的 不是很嚴重的雀斑 你想要打 但是你不需要有傷口 你可以去打脈衝光 是蠻好選擇 但是因為它相對能量 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就要多次療程 一般需要三到四次了 大概三軸打一次 那但是如果說你是比較深的斑 大概就不接觸 比如說老人斑 那個大概就打不掉 或者說一些全補斑 一些胎肌 那個也打不掉 能量不夠強 那乾斑可不可以打 個人是比較不喜歡打 雖然有一些文獻說 乾斑打的效果很好 但是我們也有遇過 乾斑打之後 變打越黑的情況 做法的話 一般我們就是不太需要塗麻藥 它疼痛感還可以接受 就塗個凝膠 然後就全裏打 那效果最好 其實我覺得是雀斑和塞關 那打了幾次之後 其實會差很多 然後其實也會有一點 拉提的效果 你打完之後 雖然不是很明顯 因為它就是 塑量比較好 似乎比較沒有那麼純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比較木偶 比較沒有那麼深 再來順道提一下 飛縮雷色 飛縮雷色最近也慢慢 因為應用在一些斑點的 一些黑斑斑點的質量上面 那飛縮雷色 其實是傳統雷色的一個改良 是傳統磨皮雷色的一種改良 以前我們想要磨皮 為什麼要磨皮 要圍唇 因為我們把我們的表皮層 磨掉之後 剛好提到 細胞在修復 皮膚在修復的過程 會吸引一些膠原蛋白 所以會讓你的膠原蛋白長出來 所以皮膚會變得比較 微春比較緊實一點 以前是 整個光速這樣打下來才能磨掉 我們可以想像 整個磨掉就是血肉模糊 後來有一個很聰明的 我忘了是 皮膚看來是 剪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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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把光速弄得很小很小 打出來就是 每一個都是很小的一個孔 這樣好處就是說 一打完沒有傷口 就稍微微紅一點 我可以想像就是說 效果當然沒有磨皮吃效果那麼好 可能就是需要三十次 不過對於現代人是蠻方便的 因為你不需要恢復期 你隔天就可以上一半 所以 非說雷射化一般一開始是用在說 磨平一些痘疤或者是一些疤痕 或者是說用在一些毀春 之後就是 膠原蛋白長出來了 你就整個有拉停的效果 最近也有一些人用在一些治療肝斑上面 據說效果是不錯 他還是要 不過也是要小心 要不要多溝通 以上就是個人的一些經驗談 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